我剛才說了英國早餐 叫大家猜哪一項最受歡迎 其實不只那麼少 有煙肉、腸仔、多士、炒蛋 以下都是在英國早餐 但沒有上榜 有三項沒有上榜 請你告訴我哪一項有上榜 A. 茄汁豆 B. 一定有番茄 C. 你喜歡吃的蘑菇 D. 炸薯餅 大口字答 一隻手指是嗎? 再來吧 我無讀我可以跟你撞題 什麼意思? 港式點心 在台灣人眼中是台灣人眼中 港式點心、四大天王 包含了蝦餃、燒賣、鳳爪 還有以下是什麼呢? 山豬牛肉、豉室排骨、叉燒包、腸粉 在台灣人眼中已經選擇了鳳爪 四大天王 已經選擇了蝦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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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賣 一定有的 還有蝦餃 現在要猜一下D是什麼 第四是什麼 猜一下剩下的東西 四大天王 山豬牛肉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開工場 都會叫點心吃下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吃腸粉 你一定是蝦腸 我喜歡腸粉 我自己偏好牛肉球 你喜歡牛肉球 我喜歡蝦餃 我第一名蝦餃 排骨沒有人喜歡 其實我們四個叫點心很少叫鳳爪 對 又要損又要盛行 而且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咬得到 不過我覺得可能在點心界的鳳爪比較特別 味道很少吃雞腳 又不是很辛苦的咬 但在台灣人眼中 排骨也是比較容易吃得到 所以他們就不會選擇 反而腸粉或叉燒麵 比較難接觸到 是嗎 我一看就覺得 好像叉燒麵 就很點心 是嗎 很typical 很typical 但你同意我的 但台灣人那邊不是有一隻牛包 他們還不知道是什麼牛包 台灣人最厲害的那隻牛包 就是糯米包 糯米包著香腸 是嗎 包中包 好吃的 好吃的 我試試選叉燒麵 叉燒麵 叉燒麵 那我選擇腸粉 再選擇 蛤 又是這樣嗎 即是只剩下牛肉和排骨 是 三粥牛肉 排骨是沒有什麼名堂 是自汁 是自汁 是典型去點心吃的那種 三粥牛肉也是放季汁 我和Doo姐都零分 自彈吧 排骨吧 那我牛肉吧 排骨半分 哎呀 我都覺得奇怪 因為他選了鳳爪的關係 所以鳳爪很容易配上排骨 所以排骨就是四大天 因為他當然是排骨法 排骨鳳爪法是一起的 所以迪偉就買 我覺得可以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我也覺得奇怪 你問一下吧 好 我先回答題目 不好意思 現在分數是怎樣 迪偉你零分 你零分 你零分 你呢 悶 悶 悶 大家都很緊守 很危險 好 好 新年當然有蓮花 五代同堂 大家都應該有見過 有 哪一樣描述五代同堂 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A 它是番茄類的植物 B 它原產地在南美洲 C D 它每一枝的果實 一定是五的倍數 還是D 它是不能夠食用的 不能夠食用的 是 什麼五代同堂 我不知道 黃色一塊 好像五代同堂沒有見過嗎 可以給它看嗎 可以給它看嗎 可以給它看 因為很難形容 黃色一塊果實 好像胡佬 不是 它黃色一塊果實 也有點像胡佬 上面有五顆東西頂著 它沒有花 質地像胡佬 它是像一個果實 但是它不能吃 應該不能吃 所以它說 我覺得不吃都是真的 沒有人說是主要來吃的 不是 是這樣的 五代同堂 看過了 是很漂亮的 黃橙色的 用來插花用的 對 通常搬銀柳 那些一起放的 還有它市場的名字 叫五代同堂 你現在在問是哪樣不是 哪樣不是 有三樣是對的 不是吃就是 就是不時 就是 ABCD裡面有三樣是對的 你給我選一樣是不對的出來 C是怎樣 五倍是甚麼意思 一定是一大大五倍 一是五顆 一是十顆 一是五顆 一是十五顆 我覺得這個不時 怎麼算得那麼準 這棵樹 你是這個 原藝界的 花王 九龍堂花王 我覺得五倍數不關係 你花市有沒有買到 你花市有沒有買過 有買過 它叫五代同堂 它的原因 我認知的原因 就是它在那頂上 有五顆 所以叫五代同堂 所以不關那棵樹 是不是五的倍數 我想說 不一定是五顆 有些三顆 有些四顆 不一定是五顆 但它現在在說五的倍數 所以它有些五顆 它已經錯了 不是 那棵樹有十顆 或者十五顆 或者二十五顆 即是不會有二十三顆 那棵樹 但剛才的敵衛 意思是 那棵樹的意思是 那棵樹有五個東西 但我不是 一棵樹有五顆東西 但我不是 你看到剛才的照片 那棵樹有五顆 那怎麼是五個倍數呢 現在沒有棵樹 沒有兩樣東西 有蘋果 一棵樹有五個 或者十個 或者十五個 或者二十個 這棵樹永遠不可能有二十三個 我現在就不是那棵樹 我不是那棵樹 我不是那棵樹 那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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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那棵樹 我明白 我明白 他說是番茄類 也是 是 從藍尾出產 那這棵樹也不知道 但它可能也是 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 你先來吧 你有分嗎 還是半分 五倍吧 我也試試五倍吧 大家都決定選五倍吧 恭喜你們 有分 不枉我自稱河里玉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我寫出來這個不對 其他就是 其他就是 的確是在南美洲產品 也有毒的 所以你不會就這樣吃 暫時峰迴路轉 余迪偉有分半 都只是一分 余德成是半分 好 繼續問一下 我剛才說了英國早餐 叫大家猜哪樣最受歡迎 其實就不止那麼少東西 有煙肉 腸仔 多士炒蛋 以下都是在英國早餐裡面 但它沒有上到這個榜 又上到這個榜 有三樣沒有上榜 一樣有上榜 請你告訴我哪樣是有上榜 A 茄汁豆 B 一定有番茄 還要是grill C 你喜歡吃的蘑菇 D 炸薯餅 上榜的意思是它都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其他有三樣是沒有那麼受歡迎 你要了解一件出來 它有上榜 有上榜 但這四樣都是在一個full breakfast 是有的 但那些人一般喜歡 甚至想過用其他東西來代替 我們有十樣喜歡的 這四樣是其中一樣在這十樣裡面 另外三樣沒有 三樣沒有也可以用其他東西代替 嗯 豆是否應該 上榜 豆應該很容易 應該是上榜的 因為豆真的很普遍 反而薯餅會不會是可有可無呢 薯餅給我感覺上是後面是美式 英式的話未必會有薯餅 如果是這樣的 薯餅就一定不想上榜 薯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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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餅都不是 一定是豆入入 就是豆一定是入榜 這個是很正路的選擇 對 但還有 剛才數了那麼多 就是在英國的full breakfast 還有沒有數 煙肉 炒蛋 多士 都彷彿齊了 都彷彿齊了 焗豆 唯一還有味道 就是那些火箭菜 有幾塊沙拉 那些就不算 那些另外 必定一坨的就是有 薯餅豆 番茄一定有一個Grill 一定有 麵整整的 怎樣都不 一兩斤那些你喜歡吃的 蘑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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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炸薯餅 炸薯餅 炸薯餅應該不入 對 應該不入 所以現在我們要解釋 是入的 入 很正路的選擇 哪會不會太正路 對 你的分數又多些 你的經驗又多些 但剛才 都姐 你不要醜 都姐剛才你說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其他這件事 可以找另一件事 代替 對 意思就是 蜘蛛肉 入不了這十大約 有一個很認真的 英國早餐協會 在想 用什麼去代替 不上榜 沒那麼喜歡 但他提出那樣 代替的 人們又反對 很噁心 很嚴肅去對待這件事 我不吃蜘蛛肉 不如用紅蘿蔔 還不可以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看這個新聞 就是 這麼大篇文章 就是說這件事 早餐 早餐 我反而對他有興趣 是想找什麼代替 對 想敲菠蘿代替蜘蛛 你怎麼知道 就是想找菠蘿代替 真的嗎 因為正路 有人反對 等一下 對 就是想找菠蘿代替蜘蛛 即時說蜘蛛不進 對 即時說蜘蛛不進 對 我沒有說到說蜘蛛 我沒有說到說蜘蛛 你說就是想找烤菠蘿代替蜘蛛 不是 想找烤菠蘿代替蜘蛛 不 想找烤菠蘿代替蜘蛛 我沒有說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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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說得對 烤菠蘿 那烤菠蘿也是代替蜘蛛的 如果這幾樣 其實他想代替三樣 第一樣是不代替蜘蛛 有上榜 一樣有上榜 我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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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坡都猜了很久 不用時間來猜猜 那我會分半 你半分就能成 你現在很緊張 我知道 我還是選抖菠蘿 你也是選抖菠蘿 即是抖菠蘿又上榜 如果你一分就贏Doo姐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解釋給聽用 我知道 Doo姐現在一分 遇得成半分 或是分半 如果遇得成一分就贏Doo姐 如果你拿半分就跟Doo姐平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就選我喜歡的蘑菇 蘑菇是有上榜的 豆蘑菇 沒有人贏Doo 沒有人贏Doo 最後贏Doo 只能夠追到Doo姐半分 番茄 番茄 沒所謂的 我們已經沒有關係 你已經很安全了 迪偉 半分 你一分半啊 姐姐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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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選薯餅 一個選薯餅 是有上榜 一個番茄 是有上榜 薯餅 是有上榜 薯餅 還有60% OK 那我就說 你跟Doo姐平分 我跟Doo姐平分 不是一分 你半分 總共一分 你們兩個分半分 Doo姐我們要猜 現在猜 包子 打 包子打 包子打 Doo姐是甚麼 一隻手指是 這是指來的吧 再來 再來 因為頭兩篇 Doo姐和我都是出打 但第三篇 Doo姐突然出了一隻手指 在想出包子 你戒刀 我出一隻 農連第一炮 Doo姐輸 謝謝 謝謝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在youtube按鈴鈴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 商台節目重溫